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军事之外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贸易相关的 因为连经济学人都在讲 真正的危机才刚要开始呢 来现在呢在国际上头 航运公司他们是怎么看这一件事情的 航运咨询公司就讲了 目前是有256艘的货柜船 还有船只出现在台湾海域 那表示什么 是不是只影响到两岸台湾 其实呢包括了日本包括了韩国 他们是整个的航道包在一块的 所以大家都受到影响了 特别是台海呢 其实是全球最忙碌的航线 一年有50%的货柜轮是会经过的 那当然如果被封闭的话 大家能量会受创嘛 台湾是所谓的晶片 电子设备的供应主要区 好所以啦 这个供应链可能又会有问题 而且呢可怕的还在后头 还包括了什么 对于台湾来说 一个海岛 35%的这些相关的 生鲜蔬果等等 名声必需品 你自己可以供给 可问题是呢 你有更多你需要外面来援助 刀刮了进出口的问题 好现在呢是第一波 柑橘类白带鱼 天然鲨跟竹甲鱼 现在呢 大陆方面已经先暂停对台出口了 而另一波呢 则是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的 2015年的时候 他就要求 要台湾制品的标示符合一国两制 那个时候 琴礼法嘛 我对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现在一切按规矩来 最新消息 是我们的这个高饼大厂郭元毅 就为了要改他公司的名字 更改出口名 结果损失已经有一亿元了 好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怕又会再外溢作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真的是要弄到 EGFA的话 问题大了 好这大陆的学者他在讲了 说真正的经济制裁 现在都还不算了 要大幅的减台湾的进口 要打通他 大家就怕EGFA早收出口清单里头 去年的出口额台湾 是252亿美元 好如果说这252亿美元 也受到影响的话 你想想看 台湾的经济影响会有多少 其实先前蔡英文不就讲了吗 EGFA是毒医 是糖医毒药 2010年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这样讲 告诉我们只要他一上台 马上废止EGFA 结果你现在都上台 6年了 你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发现了 他现在告诉我们 如果EGFA废止的话 大陆 我们销往大陆的关税 会增加9亿美元这么多 台币270多亿元 张荣峰 前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他特别提到了 说要真的断了 两岸未来是连交流的机会 恐怕都没有了 经济部的回应有趣了 他告诉你 EGFA又不是只有我们得力 人家对案也有得力 大家是互蒙其力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方 有书面的通知说要终止这个协议 讲话忽然有的时候软 有的时候很强硬 因为吴钊燮就讲了 我们两岸情势紧张 但是我们不会要求别人来保护我们 但是但是 当时蔡英文是怎么说的 这个是2019年 蔡英文接受CNN的专访 她说我们会承受第一波的攻击 吴钊燮先前告诉我们啦 其他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应该 要一起来跟我们阻止所谓的极权主义 好 一开始告诉我们 不用紧张 别人会来帮我们 现在紧要时刻 发现说我们必须要靠自己 但是但是 政府如果真的EGFA 你先前说是毒医 是糖衣毒药 说你们会废止 现在真的搞到EGFA要不保了 那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的应对这一切 来 将军 这个你不要讲说封锁台湾 让我们所有的进口出口的物资 受到干扰 天然区石油 还有波及到世界的航运 台湾海峡航运是非常 东北亚的生命线 就台湾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甚至于俄罗斯的海中卫也好 它都有在这条线来来往往 那这个来往以后 台湾的对外贸易还要不要做 外国商船要不要考虑自己的危险 你去打听打听 任何商轮 邮轮 什么船 它的战争险是多高 这个战争险一富裕进去的话 所有商业利益就不够了 还有船员的危险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封锁 你不要看 好像大家只看到 关心在台湾岛内的被封锁 其实海峡 为什么它有个演习区 就摆在海峡中间 这个中间就造成 外国所有的轮船的困扰 这个轮船是很复杂的 它有船东是谁 挂了什么国家的国旗 挂了谁谁的受益者 其实一封锁 我管你什么 你的生意也不要做 所以这个断掉外面的来往 第二个 这个威胁 我还跟各位大哥很陌生 叫做电子嗨客作战 最近不是 你看7-11 有妈陪洛西滚出去 对不对 这就代表他的嗨客 能够进入你政府机关 或者是民间的东西 那代换一下 会不会进入我的军中的指挥系统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 我们的防护力 也没看出来演练 也没看出来 你要真的能保护 前一阵子7-11出来 最近又出来在 什么高铁的那个休息站 那就证明他还可以有能力 所以真的不能小 这个演习 真是暴露出我们 长年以来对国防上投资不足 训练不足的短板出来了 甚至于你民进党用人 都不敢用那个讲真话的 那天邱国正很明显的告诉你 应该公布 对不对 你只是为了选票 怕影响选举 不公布 国防部一再的跟大家更正说 这不实的消息大家要查证 对 这个东西你掩盖 你是盖不住的 因为一样一样正式给你看 正式搞四天 下次搞十天呢 搞三十天呢 那马上就出问题了 那天然气没有了 是 八天要不要 是 公司工厂制作东西要不要 还有你的外销品出不出得去 外面的站 我们吃的米面黄豆 都要靠进口 是 对不对 猪的饰料 农人的肥料 你哪样 我现在找不出来 完全不受外面影响 所以你这个 你现在感觉上 不在乎 等到你停电了 停水了 缺一一掃食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是 好 来 张老师我要请教 其实苦林他也问了这一题 ECFA你到底现在要怎么办 因为对岸学者真的就这样讲了 大幅喊停台湾进口 打痛他 其实他们鹰派现在是 直接喊出来的 我认为老公还不会 你看他这一次比一般的军员 还升高了 有点像联合军事行动 把台湾整个包围都非常这样 台湾内部完全如常 你说有没有抢购 有没有恐慌 有没有囤积 都没有 他生活如常 当然第二个就是对于 跟两岸有关系的 你不管说是文教 对到是经济这方面 有没有受影响 当然有影响 我的一些朋友 本来要去参加开会 忽然老公那边一动作 很多会都停 或者大家都在观望 我相信 连这个都受影响 在经济层面 像各种各样的进出口 一定有受到影响 但这个影响会大到说 那今天冬地 那变得活不下去 我那位老公也没有 下这个重手 所以才问说 那XR如果停 那这个就不一样 还是跟我上一趟讲的 老公的还是 慢慢温水煮青蛙 让有一些人感觉到不对 那些没有感觉的 还是一样是浑热过日子 被民进党洗脑 或者是觉得说 就算知道又能如何 无法做什么事情 可是这些做生意的 这些在两岸往来的 在实质上有一些利害关系 他当然感觉不妙了 老公是希望在这一次 对这些人产生一些作用 你们给我搞清楚 后面还有更严重的 不要糊里糊涂 比如说我看他去制裁那几个 什么捐给民主基金会的 捐给吴少尉 就是说你们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加米湖最低后 到时候一定跟你算账 希望他们对民进党 要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隔离 或者是不要再继续支持 甚至你表面上敷衍 暗中支持 老公也不是不知道 所以当然我们刚刚都提到说 第三层次国际上的反应都不一样 实际上像马斯库 他们当然很紧张 如果真的产生封锁 把台湾海峡就封起来 整个航运大乱 不管空中的 海上的 对他们的生意 对他们的运输 当然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老公这次是弄一下 让国际知道说 不要逼到我搞到大家都日子不好过 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变成是 比较看到老公的威力 对于不管是美国主导的瞎搞 还是民进党配合 能够产生一种压制的作用 你不要搞到这些国际的贸易 或者是两岸靠这个赚钱 大家都因为这样受到影响 我认为他只是做到这一部分而已 希望能够产生更大的嚇阻效果 我认为老公大概是做一步 看一步 严格讲你问我 我是真不希望这样子 你要么是缩头一刀 伸头一刀就痛快一下 你这么一弄 台湾内部就一直被掏空 被掏空 掏空就变成得了重病 你来的时候怎么办 然后有办法的我刚刚讲 都跑 都掏 你这个一步一步一步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让那些跑不掉了 更知道做好做决定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能够被受影响了 都还是跑得掉了 这些人会更多的设计 更多的不安排 更多的角处三枯 所以我说这种折磨 实在是很不好 所以我认为说在经济战这一部分 当然也会产生影响 但会不会造成关键性的影响 实质性影响 甚至就动用到把X发切掉 我认为还不会 所以老秦宅宅 对他们那些 没有直接受到厉害的人 他当然不在乎 下面你说像郭元一这些 他们当然很有意见 可是想尽各种办法 偷渡什么坏搞 就是苟且偷生 想尽办法维持最后的一些利益 还没有办法产生一种 实质性的大的变动 所以还是脱模 是 来 小心 我想现在的两岸关系 乃至台湾的国际情势 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 大家还是过父亲节 吃火瓜 照旧 可是私底下是暗潮汹涌 我认为包括美国看到台湾这次的处理态度 可能都会觉得台湾莫名其妙 因为你看 美国竟然比台湾还要来得紧张 如果今天真的开战 战场是在台湾 台湾人自己没感觉 美国人急得要命 美国的这个国安会他们的发言人科比 他就用温水煮青蛙来形容两岸现在的关系 注意这不是中国大陆说的 这是美国的发言人他们说台湾是被温水煮青蛙 什么叫做温水煮青蛙呢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把火候上升 但坐在里面的青蛙一开始以为是泡澡 泡热水澡 结果越来越热的时候 想要出去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们会用温水煮青蛙去形容 就是台湾内部本身 包括政府 包括人民 感觉没问题 没事 然后每一次每一次的军演 你把它当成狼来了 自己台湾内部不紧张 没有准备 甚至我们连最基本的天然气 你看民进党还在推什么 非核家园 我们当时就讲了为什么台湾需要核呢 很大一个部分是国安因素 如果这样子封锁起来 天然气LNG船进不来 那你就没电了 台湾本来就已经很容易跳电了 如果LNG船进不来 要知道我们只有六天左右的扣打 可以使用而已 所以这个温水煮青蛙 我觉得是现在台湾碰到 最严峻的这个挑战 恐怕连美国人对于蔡英文政府 现在的这个整个做法 都会觉得没有办法是很满意的 是 现在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他们会在黄海不坏这边 他们军演可能10到1个月 现在是在黄海博海 如果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长度 变成了这一次军演区呢 有没有想过台湾要怎么办 我们等等广告回来带你来看 目前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做什么 未来三十分之后 未来赛 saved你来看